今天的本土病例已经来到了两万八千四百二十例 那么其中来看到在新北的部分 破万例在台北市也有五千五百三十八例 桃园有四千多例 继续来看到的是中重症的部分 其实人数也是持续的增加 在今天的分数有五个人不幸死亡 而基隆市长林佑昌就估计了 两天之后到了五月六号 全国单日本土确诊会达到六到七万人 因此省镇南则是推估到了五月十八号 单日确诊有可能会达到高峰三十万人 而指挥官陈时中则是把高峰期抓在五月二十号 等到高峰过后 现有的防疫措施不排除要再放宽 未来快筛阳性事为确诊 将从居格居检者改为全民适用 电子围离也可能会退场 而为了避免爆量的确诊者 冲击医疗量能 指挥中心也再调整 轻重症分流门槛 收治住院的年龄上修到八十岁以上 除了中重症患者 其他人住院的天数已不超过五天为原则 国内疫情狂烧 本土确诊病例持续激增 四号新增两万八千四百二十例 中重症一口气新增七十七例 创新高还有五人死亡 面对本土确诊海啸来袭 冲击医疗量能 指挥中心紧急再调整轻重症分流门槛 维持中重症确诊者可收治医院 至于无症状或轻症确诊者 收治住院的年龄则在往上修到八十岁以上 轻症儿童也得经过医师评估 有必要才能住院 除了中重症患者 其他人住院天数已不超过五天为原则 如果还不能解割 但是身体情况也好 那没有积极治疗的必要 那就会返家进行居家招呼 本土病例数不断破记录 基隆市长林佑昌预估 5月6号全国单日本土确诊可达6到7万 医师沈正南认为 本周顶多单日新增4万 不过高峰确实不远了 他推估5月18号单日确诊将达高峰30万人 指挥官陈时中之前也曾说过 单日确诊数最高约20万 高峰期预估落在5月20号 等到高峰后 现有的防疫措施不排除再放宽 未来快筛阳性视为确诊 将从居隔居检者改为全民适用 电子围离也将退场 这礼拜五下午把我们的一些想法 那提出来跟各个卫生局来做讨论 那讨论以后才会做定案 快筛的话 当这个案例很多的时候 它这个伪阳性的比例就变得很低 这确实可行 有症状的时候 要快筛要阳性 就几乎等于确诊 如果已经紧绷的时候 其实提出来做也无法 疫情高峰期越来越近 指挥中心持续调整策略 确保医疗社会等相关资源 不会崩盘 记者综合报道